大家好 今天零食被釀上來 但是這個菱形都已經可以 變得非常熱 穿上阿美組服裝 台北市長蔣萬安 在長青學院的第一堂樂舞課 就是跟著原名長者一起大挑 阿美恰恰舞 第二堂傳統手工藝課 則是跟著老師編織十字秀 第三堂園藝執哉客 蔣萬安到頂樓參觀空中部落菜園 栽種的豐富野菜 最後再品嘗由部落野菜香料 所烹煮的原住民特色料理 在大家驚訝聲中 蔣萬安大口吞下有 原名地獄美食之稱的輪胎茄 還直說蠻好吃的 我們這吃一小口耶 市長 你吃一大口 可以嗎 要不要喝口水 市長可以不用硬撐 裡面有水 裡面有水 剛剛忘了提醒市長 一小口就好 對 因為我們的族人都一小口 還有 還有帽子啊 市長鼓勵 市長輪胎茄它有一些特殊的特性 就是它是可以清乾解毒 對不對 降火器 剛好吃的 那這個我先幫您補 我管一下 明明剛聽著鮑龍議員說 你是原住民的苦瓜 對對對 沒有那麼苦啊 根據統計 台北市有將近一萬七千名原住民 其中有超過三千人連滿55歲以上 但是目前參加原住民長青學院課程的僅有200多人 為了邀請更多原民長者參加原住民長青學院 講完化身一日學園 到北原會館體驗各項課程 希望各區原民長者一起來健康樂活 今天很高興 我們有學習到了很多 體驗到了許多 也謝謝我們原民會規劃的長青學院 其實去年就是把我們長青樂活 以及齊老服務中心結合起來 把資源最有效的運用 所以也很歡迎所有我們 在台北市都會區 55歲以上的原住民長輩一起加入 當我的同學 當各位的夥伴 我們在長青學院一定都可以 學習到很多 我想不只是十字秀 種菜 其實包括很多 我們唱歌舞蹈 另外長者還可以參加文化培訓課程 在完成研習後 更可以以文化傳講員的身份 進入學校機構 分享傳承原民傳統 讓文化向下扎根 謝謝我們長青學院 培養很多我們原住民的長輩 到很多學校 機構 長道中心去做很多文化傳承的工作 跟孩子們讀故事 談談我們各族的歷史等等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好的一個服務 而且把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向下扎根 讓孩子了解到我們在地原住民的文化習俗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會持續的推廣 就是我們的情人帶 圓民長者也在現場 為講萬安佩戴象徵祝福與期待的阿美族情人帶 講萬安強調 針對長照資源 臺北市政府正陸續部件當中 希望未來長輩們有需求時 能夠提供最好的服務和照顧 我想我們不管是相關長照閉床 或是照顧員的人力 我們希望能夠對於長輩 在有需求的時候都能提供最好的服務 臺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方面表示 全台第一個原住民長青學院就在臺北市 目前長青學院共有五個據點 只要連滿55歲的原住民朋友就可以參加 講萬安再次邀請原民長者 一起來跟他當同學 健康樂活服務社會 也歡迎全國的原住民朋友 在8月1號原住民族日 一起穿著族服暢遊臺北 歡迎大家來當我們的同學 記者張綺騰 台北報導 記者張綺騰 台北報導 記者張綺騰 台北報導